央行總裁楊金龍一早赴立法院質詢報告 就被大批媒體包圍 因為傳出美元狂聲台幣貶值 央行要出手外匯管制 但不到一天就立刻火速發聲明澄清 也再三掛保證任內絕對不會實施 楊金龍強調目前台灣的外匯存體還有5000多億元 衝擊還不大 但如果大額換匯也會關切喝咖啡 不只台灣僅慎以對 全球都籠罩在貨幣貶值的危機當中 因為美元的升值速度驚人 截至9月29號已經達到17.7% 而貶值國家包含英鎊貶值19.5% 日元椰貶20.1% 韓元17.5% 歐元14.4% 台幣13.2% 避免通膨破壁下跌 各國都在出手干預 其中日本銀行也進場阻擋日元下跌 因為目前的狀況大概還是各國會有各自的這一些針對 不管是主扁或是針對匯率進行干預動作 是各自為證 像中國我還在考量我國內的經濟狀況的時候 它反而還在降准降息 那降准降息的時候 它就不太可能真的會大力去出手干預它的這一些 那個人民幣 那甚至包括日本也是 所以他們在干預上面也許可能就會比較 我會比較謹慎一點 你可以看到在美元指數裡面 佔最大宗的就是 歐元 那歐元加上 今年歐洲的經濟狀況非常的糟 烏爾沾沾加上這個可能是 這個能源站 讓整個歐洲其實陷入一個停滯性同步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歐元會持續的走落 那另外就是英鎊 這些力量呢 它其實會推升美元持續的不斷的走強 那這個就是會回到1997年1998年 亞洲金融風暴那時候的狀況 就全世界的方頂就開始回到美國去 歐洲至少八家央行祭出升息步伐 瑞士升三碼 英國挪威也升兩碼 來避免貨幣持續走貶 還有旨在金額龐大的新興國家 難以面對美元狂升的困境 除了對股市造成極大壓力之外 尤其仰賴進口的國家脆弱程度 恐怕越攀越高 美元升值的過程中 為什麼剛剛講新興國家 是因為他們舉借了非常多的 過去大概就是因為要 我要建設我要發展 我要做一些經濟成長的動作 我舉借了非常多的一些美元 都通過美元這些融資 去進行融資的行為 那當你美元升值的過程中 它其實美元借貸的成本會大幅的升高 那它代表它要還的 其實就會越來越高 很多國家其實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本身它也要做升級的動作 美元升值力道強勁 台幣貶市是越來越明顯 以去年底的會加27.69來算的話 不到9個月的時間已經貶了4元 如果現在同樣以10萬塊 去兌換美元的話 不到9個月的時間 就已經流失掉了1萬4千元 儘管台幣貶值幅度相較日韓來的緩和 但進口價格高漲 可能會導致通膨惡化加重 專家分析趨緩的時間點 還得看美國升級長度何時能停止 聯準會它什麼時候要 從升級三馬轉成升級兩馬 那只要聯準會的態度 有稍微表現出說比較鬆動的話 我覺得這個市場就不會那麼恐慌 對於美元的這個需求也不會那麼的強 我覺得美元這裡比較有可能 在這個有出現轉折的點 是應該是今年年底 因應就是現在通膨的因素 那美國方面呢 確實看起來是要用引著陸的方式 那以目前現況來說的話 短期呢是有機會可能挑戰32塊 不過在挑戰之後呢 可能會有一個回檔的幅度 回檔之後呢 在這個搭配到美國的這個武士的表現 可能在第一劑部分落底完成之後 可能價格部分就會開始有個回檔 疫情後不僅對抗通膨壓力 各國也得擬出對策來防止國內貨幣貶值 所帶來的經濟衝擊